财产法人花联县社会公益联盟 为了响应花联市的路灯认养活动 日前由理事长朱联春带领的会员一行人 发起号召捐赠善款六万两千元 给花联市公所认养了六十二盏路灯 市长魏佳燕感谢公益联盟协助减轻市公所财政负担 奉献爱心也照亮花联 花联县社会公益联盟理事长朱联春 副理事长求调居日前协同里监市一行人 前往花联市公所捐赠任养路灯三款共六万两千元 总结任养六十二盏路灯 由市长魏佳燕代表接受并颁证感谢壮 肯定他们的三心意举 大家很勇业 而且很认真在帮我们公所争取路灯任养的费用 我们公益联盟就是帮助一些社团或弱势团体 我们能够进出一点薄民 薄微的金钱来帮助大家 那真的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感动 我想花联县公益联盟 从花联市公所有捐赠任养的 或是各项公益的一个活动 我想朱联村理事长 或是前期任的理事长都非常的响应 那我们在此要感谢他 也替我们花联市 每一个角落都能够点亮每一盏灯 为了响应花联市公所路灯任养活动 花联县社会公益联盟特别发起号召 希望照亮花联市截取角落 也能抛砖引玉 让更多团体广想盛举 而公所推出的路灯任养 一盏路灯一年期任养费为1000元 除了可以指定路段还能申报抵税 欢迎有善心的民众 可以洽询花联市公所财政客 一起点亮花联市的灯火 记者徐立琴 花联市报导 内容 2 2 4